海浪一波接著一波浪非常大 船隻在海中央看起來相當驚險 而海水人員在岸上來回走動 隨時注意走遭狀況 因為這裡船出有學生溺水 風浪長得很快 前面沒有那麼快 太快了 14號下午2點20分 四名國中國小學生 到花蓮新城海堤玩水 其中一對兄弟當的弟弟 因為被大浪捲走 哥哥召集入海救援 沒想到因為浪況很差 將兩人帶離岸邊 在距離岸邊30到40米左右的地方漂浮 還好當時海上有騷漁船 發現不對勁 連忙靠近 先丟了福桶給兩名小孩 再將兩人帶上船上 評估現場浪高大概3到4米 那現場的船艇都沒辦法靠近 所以我們立即聯絡空情總隊 請求直升機調跨 一度因為海浪太大 海巡艦艇無法靠近 還好周圍漁船支援 大約2點57分 接觸到兩名溺水小朋友 3點多拉上岸 兩人被救起後意識清楚 最後拒絕送醫 有家屬帶回家照顧 TVBS新聞高志宏和可言花蓮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